据新华社报道,日前乌克兰新上台的总统泽连斯基,公开表明强硬态度,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斯拉夫国家,目前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共享边界,此言溢出立即引起了各国关注。 作为同文同种的两个兄弟国家,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的关系,已经是剑板弩张。 而在泽连斯基击败波罗申科之前,俄罗斯国内一度有观点认为,他会带领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解。 然而现在泽连斯基的态度,却更加强硬。 这使得俄罗斯方面承认幻想已经被彻底打破。 在乌克兰新总统首次出手给乌俄关系泼了一盆冷水后,克里姆林宫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。 俄高层匿名人士还称赞泽连斯基出手果断,虽然态度强硬,但却是一名值得重视的真正对手。 据悉,虽然出身没有波罗申科这种大富豪显赫,甚至只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。 但是泽连斯基却获得了乌克兰超过七成民众的支援,一举击败了政坛老将波罗申科。 最终顺利问鼎大卫,在他上台之后,俄罗斯一开始对于改善两国关系,确实抱有一定的幻想。 梅德维杰夫也公开示好,表示愿意看到两国加强合作。 但是军事专家认为,泽连斯基实际上并不是对俄温和派,而是代表了更强硬的势力。 据悉,作为曾经的全球第三大和国家和工农业大国,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之初,可谓是占尽了优势,比俄罗斯的处境要好得多。 乌克兰一直以来都是苏联的农业重镇,有助粮仓支撑。 与此同时,乌克兰的工业基础也非常雄厚,是苏联重要的军工重镇,能生产从航母到火箭再到洲际导弹的大部分高科技装备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把好牌。 三十年过去了乌克兰却成为欧洲的末流国家,并且陷入了连年不断的内战无法自拔。 军事专家认为,乌克兰之所以处境不佳,主要是因为该国近年来的选边战政策所导致的。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经济互补程度极高,原本应当是密切合作的伙伴国家。 但是在基辅向西方投诚之后,两国的合作每况愈下,现在已经基本上停止了一切军工合作专案。 这使得在乌克兰国民经济中,至关重要的支柱军工产业,陷入了困局。 在这种情况下,泽连斯基如果依然秉承之前的政策,不肯和俄罗斯化干戈为玉帛的话,那么未来该国的前景,可能会更加渺茫。